小姑把手上的蒲公英一吹,在远处躲着的小庚脸上露出了笑容,赶忙跑了过去。 她拿出四千块钱递给童索,童索望着这诱人的一包钱终于收下了。 小庚找到枣花,把这个幸福的消息与她分享,枣花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。 枣花和童索离婚了,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喜鹊,喜鹊始终对那四千块钱耿耿于怀,她担心他们两个的将来。 没想到让喜鹊抑郁成衬,枣花和小庚的未来过得比童索好不到哪去,当然这是后话,枣花此时满脑子就是憧憬着美好的未来。 我跟小庚就能得好了,我们俩不会闹矛盾的。 小庚要和枣花办喜事了,村里的老娘们拿着小庚开涮,一帮人嘻嘻哈哈好不热闹,香草在自家院里生愣气,她实在听不下去这帮人的欢声笑语了,拿起骚帚找事。 要不是塔爹喊住了他,他弄不好的把这帮人呛死。 小庚把枣花接过来了,听着外面的锁拿声,葛茂元回想起枣花这些年伺候自己和被童索家暴的日子,心中充满了愧疚与不舍。 当两人路过葛家的时候,枣花扭头看到了这个他曾经待过很多年的家,心中未免伤感。 马莲过来找他爹商量,他念及曾经做过着奥利,想给枣花送点东西,但是又怕葛茂元不愿意。 所以过来征求他的意见。 马莲虽说傻失落,但是也能听出他爹的意思,欢喜着走了。 葛茂元从柜里拿出一个红包,给枣花娘拿了过去。 枣花娘对枣花这件事向葛茂元道歉,但是葛茂元丝毫没有怪罪枣花。 他还说他没有教育好童所,让枣花这些年受了不少罪,他还称赞了小庚。 行为燕儿,枣花给小庚端进来洗脚水,小庚一把抱起了他,把他放到床边上,给枣花洗起了脚。 小庚马上要施展他的童子功了。 大战一触即发,结过婚没结过婚的朋友都知道接下来的战争有多么残酷。 当然,有一点可以保证,绝对不会见险。 两人在创作人类的时候,一块砖头砸碎了他们家的玻璃,小庚怀疑伤了两个人。 香草此时独自一人在河边烦心,给童所干活的小豆冠找到他向他表白,却被香草一把推到了河里。 马莲和巧姑接着墙头叫枣花,两个前嫂子给他送了一份结婚礼物,要论嘴甜,谁也不服就服巧姑。 你们真不该破费,哎呀,破费傻呀,你结婚咱们找了一回,也算我们俩得有点心意。 小姑笑来说话就是一套一套的。 同盆碎了金两载,大船破了钉子多么,咱家穷虽穷,可贪子大,人手足,只要你吱声,咱们姐妹绝对没二话。 然后,我们下个手提接着。 好的,可以咱打个手。 好嘞。 我们下个手提起来,好。 好嘞。 好的,好嘞。